随着徐荒等人离去,那些围在这附近的学园也是一点点的散开,对于没有爆发的激烈大战倒是有些感到可惜,不过能够看到天榜前五的两大超级猛人对峙也是不须此行了。 谢了,牧尘看向李玄通,虽然他不见得会惧怕徐荒,但是能够保存一些秘密,那自然是好的。 如果不是因为洛黎,我不会理会你。 李玄通淡淡地说着,言语间没有丝毫给面子的意思,这让洛黎的眉头微微皱了皱,拉着牧尘的手就想离开。 牧尘,李玄通望着两人落在一起的手说,我给你的实现就要到了,你的答案呢? 牧尘脚步一顿,手掌握着洛黎娇嫩的小手,然后淡笑一声,紧紧握住,冲着李玄通痒了痒,那意思不言而喻。 然后,他拉着洛黎远去,平静而坚定的声音,缓缓地传来。 李玄通学长,你亮剑,我接招。 李玄通望着两人远去的身影,深吐了一口气,仰头望着蔚蓝的天空,双目当中灵力之色一点点的凝聚出来。 还真是个不死心的小子啊,既然如此,那就让我来看看,你有没有这样选择的资格吧。 五级距林镇中,李玄通和徐荒出现并且对峙的事情,很快就在北汤陵院中传开一些消息。 两人都是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,那等名气比起此时的牧尘不知道要强上多少。 任何与他们有关的消息都会引来无数的注意。 北汤陵院天榜前十都是一些非常厉害的角色,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 总体说来,排名前十的这些超级猛人一般的时候极少会对立出手,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并不好惹,所以一般彼此间还能勉强算和谐,只要不出现特别的原因。 李玄通和徐荒一个天榜第二,一个天榜第五,都是拥有了跨入化天境的实力。 这样的实力,不是说在这北苍陵院,就算在这北苍大陆上,其实都能够算作高手行列。 在一些宗派或者势力当中,也能够成为中层,甚至接近高层的存在。 他们两人如果对峙出手,那必然会轰动整个北苍陵院,不过最后让人有些惋惜的是,两人并没有出手。 那徐荒见到李玄通出现,也就带人退去,说是给李玄通面子,但显然其中是有点忌惮,再纠缠下去也是于事无补,还不如潇洒而去。 所以,这样的对峙便是不了了之,这让很多人有点失望,但是他们的失望,仅仅只是持续了一天的时间,就被接下来来自北苍陵院当中如同风暴一般传出的消息,所震撼。 李玄通向牧致发出了腰战之铁。 这则消息,几乎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中传遍了北苍陵院的每一个角落。 所有得到这个消息的学员一时间都是愣了下来,宣企摸了摸耳朵,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 天榜排名第二的李玄通向一个心声发出了腰战。 这是个什么情况? 李玄通是什么人? 牧臣又是什么人? 一个高高在上,天榜第二的风云人物,一个刚刚进入北苍陵院不过几个月时间的新生。 虽说如今已是声明确起,但是怎么可能和李玄通这种人物相提并论呢? 这种奇葩的对决,竟然都会出现,而且还是由李玄通主动所发。 整个北苍陵院都在此时爆发出惊天的哗然上,这可算是北苍陵院今年最奇特的事情之一了。 李玄通极少会出手,没想到这一次竟然会挑选一个新生作为他的对手。 他是想要享受一下碾压所带来的快感吗? 不过不管他们如何猜测,消息毕竟传了出来,这让他们也是对那个叫牧臣的心声起了一些怜疑。 不知道这个家伙怎么会得罪李玄通的,竟然会让后者发出这种战贴呢? 这场妖战到头来恐怕会成为一场无趣的闹剧,这种战斗根本就没有什么悬念。 不过,能够瞧得这位许久未曾出手的天榜第二的超级猛人再度出手,倒也是挺不错了。 希望那位如今的新生第一人,不会因此被打击的颓废下去才好。 在北苍陵院的某处,一座大厅之中,徐黄微皱眉头,听着下方之人的报告。 他有些疑惑的轻声说着, 李玄通竟然会给牧尘下战铁,他不是才帮了他们一把吗? 在徐黄身旁,是一脸幸灾乐祸的徐青青,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他的眼睛都忍不住的咬开了。 大哥,那李玄通显然是对那个洛黎有意思,而洛黎显然又是喜欢牧尘的。 昨天李玄通会出手,完全是因为洛黎,他和牧尘之间,显然是没有什么交情的。 徐黄微微点头,倒是有些道理,那洛黎的确非常优秀,不论容貌还是气质,在这北苍陵院都算是顶尖的, 唯一能够与他相比一点的或许就只有苏轩了。 只不过,苏轩和洛黎一个温婉如水,一个宁静幽远,气质是截然不同的。 这牧尘哪,这次怕是会脸丢光了。 徐黄淡淡的说着,这种战斗并没有多少悬念, 李玄通只要想的话,能够把牧尘压制得狼狈如狗, 而牧尘显然也是心高气傲的人, 遭受了那种压制打击,恐怕以后修炼都会时刻处于那种阴影当中。 哼,活该。 徐清清恨恨的说着, 他倒是有些迫不及待的,想要看见两天之后的那场碾压战斗, 他一定要看看那个家伙被人踏在脚下的时候, 还会不会露出让他暴怒的淡然的神色来。 徐黄端着茶杯轻轻抿了一口,眼神漠然的一笑。 两天以后就去看一场戏吧, 虽然那结果无趣了点。 这李玄通也太过分了吧, 这种战铁都下得出来。 在北苍陵院另外一处湖心小岛上头, 苏灵儿望着手中的一张扩散出的红色战铁, 他的柳眉顿时就皱起来, 有些替牧尘打抱不平。 在苏灵儿前方的湖边, 有着一道修长的倩影, 青丝垂落下来, 如曝如墨。 他此时正在湖边清洗着一枚闪烁着淡淡光芒的圆润玉珠。 玉珠上头布满的一些玄傲的纹路, 隐隐的有着一种隐晦的灵力波动传出来。 他听到后面苏灵儿的声音, 也是微微的偏过头, 露出一张温婉而美丽的俏脸。 怎么了? 借鉴, 那李玄通真是过分, 他竟然对牧尘下了战铁。 苏灵儿气鼓鼓的说着, 李玄通是什么实力, 牧尘是什么实力, 这种战铁根本就是欺负人呢。 哦, 怎么会这样啊? 苏轩文言眼睛也是略过一抹惊讶, 李玄通也是高傲之人, 势强凌弱的事情倒是极少会做的。 怎么这次会这样呢? 据说, 李玄通是喜欢洛黎, 而洛黎又喜欢牧尘, 然后李玄通心生醋意, 就这样了, 苏灵儿小嘴微瞥着, 苏轩奇怪地看了苏灵儿眼, 感觉他的语气有些不对, 不过还是摇了头。 李玄通的性子, 我还是了解的, 就算是争风吃醋, 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, 他这样做, 应该也是有他的原因吧。 不管什么原因, 发出这样的战帖, 也是要欺负人呢。 李玄通早就踏入化天境了, 牧尘现在才容天境初期, 怎么可能打得过呢? 苏轩忍不住一笑, 他笑容温暖动人。 前些时候, 你不是还嚷嚷着, 要找牧尘的麻烦吗? 怎么现在反而帮他说话了呢? 嗯, 牧尘这个人, 他还凑合了, 以前那是不了解, 这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, 勉强算是朋友, 当然会多为他想一些了, 而且他是弱势方好吧, 我不帮他, 难道还帮李玄通吗? 苏轩把手中那圆润而古老的圆珠收起来, 战帖都已经发出来了, 事情呢, 也成定局了, 说什么都没用了, 除非牧尘不应战, 虽然他不应战的话, 别人呢, 也会认为是理所应当的。 不可能的, 那家伙呀, 看上去温和, 其实骄傲得很呢, 这种粘贴都发出去了, 哎呀, 他就算明知道会失败的, 恐怕也会应战的, 那就没办法了, 现在呀, 只能等两天以后, 看看究竟是可什么情况了。 苏灵儿也是叹了一声, 现在也的确是只能如此, 希望牧尘能够扛过这次的打击, 其实输给李玄通也并不算丢人的。 在同时间, 北苍灵院的其他一些地方, 那些也算是北苍灵院风云人物的存在, 同样是被这战铁所惊动, 然后都是有些惊奇, 好久未曾出过手的李玄通, 这次竟然会挑选上一个新生, 这倒是有趣了, 两天以后倒是可以嚼上一瞧, 全当一乐吧。 太过分了, 这李玄通简直就是在欺负人, 木哥, 不要理他, 这战铁我们不见。 在新生区, 已经是沸腾起来, 在那广场上头, 周灵他们满脸愤怒, 在他们手中还有着一张红色的战铁。 对, 木哥, 这战铁我们不见, 也绝对不会有人说我们软弱的, 有人附和着。 在众人的中央, 牧尘也是翻看着手中的战铁, 那神色竟没有太多的意外, 显然, 他已经料到李玄通所说的采取一些座位, 应该就是亲自出手了。 在牧尘身旁, 洛黎那精致的翘脸, 微微有些冰冷, 旋即他转身就要去找李玄通, 但是却被牧尘一把抓住。 这件事情, 你就不要插手了, 让我来解决吧。 牧尘看着洛黎, 声音虽然轻, 但是却有着不容置疑的认真与坚定。 洛黎被指轻咬红唇, 李玄通可不是洋红吗? 这种战斗也完全没有一点的公平性可言。 不过, 他望着牧尘的眼睛, 牧尘的神色很认真, 这让洛黎知道, 根本就不可能让牧尘改变答案或者忍忍把这件事情接过。 这件事情以后, 我会再去找他的。 洛黎终于说着, 他尊敬牧尘的选择, 但同样他也是有不能被触碰的地方。 李玄通三番四次干涉他的事情, 也是触及了他一些底线。 虽然他明白, 或许他并非是坏意。 牧尘无奈的一笑,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, 转头看向一脸紧张的周灵。 他知道, 恐怕现在整个北苍灵院无数人都在看向他们这里, 都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 牧尘双指, 夹着血红的战铁, 黑炎自其间升腾起来, 把那战铁燃烧殆尽。 同时, 他那轻缓的声音, 也是在黑炎升腾间缓缓地传了出来。 周灵, 把消息传出去吧, 这腰战, 我接了。 李玄通腰战的事情, 在整个北苍灵院传得沸沸扬扬, 而就在所有人都在翘首等待着牧尘的回应时, 在那新生区中, 终于有消息传出来, 那消息也再度让他们为之一惊, 牧尘竟然应战了。 听到这个回应, 北苍灵院中无数学员都是暗暗扎折, 这牧尘好大的魄力啊, 这都敢应战, 真不知道是勇气可嘉, 还是莽撞过头了。 而对于牧尘的这个回应, 有人冷嘲热讽, 有人摇头叹息, 也有人抱着一些好奇, 能够成为新生第一人, 这牧尘总归不会是傻子, 既然眼下敢应战, 想来总该会有点手段, 就是不知道他自认为的那些手段, 究竟能否敌得过李玄通的厉害呢? 不过不管怎么样, 这件事情, 无疑是成为了北苍灵院当中真正的轰动大事, 无数原本在聚灵阵雷狱当中修炼的学员, 听到这件事情, 竟也是都放下修炼, 纷纷出来, 准备观看这场北苍灵院这大半年以来最为引人眼球的一场, 切磋比武, 而在那无数人的脚手期盼中, 两天的时间也是迅速而过, 这两天当中, 牧尘一直在小阁楼内修炼着, 就连洛神会的人都看不见他, 显然, 他应该是为接下来的那场, 惊动了北苍灵院无数学员的腰战, 做着准备。 周灵他们虽然担心, 不过也没再去打扰牧尘, 既然都已经应战, 那就再没有反悔的机会, 这一场战斗已经无法避免, 既然如此, 那就让牧尘尽可能的多准备一下吧。 他们倒是真希望牧尘能够打败李玄通, 因为这件事情太过荒谬, 李玄通不是杨红, 人家在北苍灵院修炼数年, 一身实力早已经突破到化天境, 与他们这些融天境的人, 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, 牧尘固然手段极多, 但这之间的差距可没那么容易被弥补, 而现在, 一切都只能看明天那场, 已经惊动了北苍灵院无数人的腰战了。 在那新生区中央的小阁楼里, 牧尘静静地盘坐在楼阁之顶, 他抬头望着那无尽的星空, 神色却是一片安宁, 并没有丝毫大战来临之前的紧张。 还不休息呢? 身后, 幽香涌来, 洛梨轻柔的声音传来, 牧尘偏过头, 此时的少女刚刚喜遇过, 悬疑如墨, 长发披散, 还带着点点水气, 那精致的容颜, 连月光都被比了下去。 牧尘笑着点点头, 洛梨轻移连步, 靠近牧尘, 他微微地犹豫着, 我, 我好像给你带来了一些麻烦。 这两天, 牧尘一直在修炼, 话语都少了许多, 洛梨自然是能够察觉到, 李玄通的确是给了牧尘一些压力。 牧尘眉头一皱, 眼中掠过一丝温怒之色, 他伸出手臂, 就把那娇柔的小蛮腰扯进怀里, 扬起大手, 便对着那悬疑包裹下的翘臀, 重拍了一下。 再说这种话, 还得挨臭。 洛梨那精致的脸上, 顿时就有着红侠飞上来, 他娇称的盯了牧尘一眼。 这个是叶上吗? 天鹅哪有那么容易就吃到嘴的呀? 更何况, 我怀里这个呀, 还是天鹅中的公主呢? 嗯啊。 好朋友。 好朋友。 好朋友。